說到電源供應器,這大概是電腦零組件中挑選起來最不會有堅持零件的吧 多數人應該都是依據廠牌喜好、價格,挑一個夠用的就好了 比較不會像足機板或是顯示卡想要堅持用哪一家的產品 但今天要介紹的這款海盜船電源可能會打破你對電源的想像 誒?側邊插線有什麼特別?不就是線改重成側邊插而已嗎? 確實,不過這在組裝上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你一邊看我們的組裝,就能夠知道為什麼了 組裝的開始,首先來看到這次的主角 電源供應器Corsair RM18X Shift 老實說1000W完全是Overpower 這個推RTX4090也完全沒有問題 它還有850W、1200W的款式可以選擇 全部款式皆為80PLUS、金牌等級、全日系電容 也支援最新的PCIe 5.0702W規格的12V High Power顯卡供電線 與ATX 3.0標準 而這ATX 3.0意味著電源供應器有針對近期功耗暴漲的顯示卡去調整過 能夠更加安全的供應高功率的顯卡等設備 至於PCIe 5.0主要指的是12V High Power這個顯卡供電接口 如果你的新顯卡也是採用這種規格的話 電源供應器也跟上會比較好 總之海盜船這款電供基本上就是規格堆好堆滿 盒子內也附上完整的模組線 接採用扁線設計 理論上會比較好整線 正面是一個14公分的大風扇 側邊為模組線的接口 由於位於面積較大的側邊 因此其接口排布就比較分散一些 這樣插線才不會太擁擠 那原本放模組線的空間呢 則是因為接口測置所以直接流空啦 看著這空空的底部實在是有點神奇啊 裡面則是有著AC電源接口以及開關 沒有風扇智慧停轉的實體開關 由於海盜船的貼紙設計實在是太好事了 所以我們這次就把它給拆了吧 給大家見識見識這款電源的用料如何 當然非常不建議各位把電源供契給拆掉 畢竟這可能是會影響保固的 拆開後可以看到日系的電解電容 整齊的排列在電路板上 模組插線板的地方也有幾顆固態電容去濾波 那該結圓的地方也都有用塑膠片去做隔離 整體做公司看起來還不錯的 從這邊也可以看到海盜船有多麼的信心 就連這些電壓器也特別請代工廠貼上海盜船的LOGO 所以說我平時不會看到就是了啦 那麼我們先收起電源吧 畢竟裝機晚點才會用到呢 那我們先來組裝主機板與CPU 主機板是華晴的ASRock B760 Pro RS DDR5版本 這張板子你要我老實說嘛 其實就沒什麼特別的 不過它很便宜 是B760 DDR5的ATX板子裡面最便宜的了 只要四字頭 雖說是入門等級的板子 但其實它該有的都有 10家1巷的Dr.Moss供電 以入門來說似乎有點太強大了 且自帶一體式擋板 非常方便 CPU選用的是之前介紹過的i5-136.0K 6核P Core再加8核E Core 1萬元的CPU打 遊戲是相當有CP值啦 記憶體選用的是美光Crucial DDR5 5600 16GB兩條 原生時脈5600 不用再超便宜 便宜又好用 當然以上的配備你都可以 把它換成DDR4的版本 或許價格可以再省一些 SSD自然也是便宜好用的 Crucial P5 Plus 2TB 最高度區6600 雖然不是第一梯隊 但這價位應該也沒有對手了 且美光產品皆為原廠正面顆粒 信譽跟評價也都比較好 是一個非常安全的選擇 最近 Gen4 SSD也實在是便宜 我記得前幾個月前吧 這4000塊這價格只能買到一條1TB呢 那主機板這完工了 我們把機殼拿出來吧 這次選用的機殼是在國外非常暢銷的 海盜船4000D RGB Airflow 外型簡約是很耐看 前面有3顆120的RGB風扇刷存在感 卻又用了一點網格去降低它的高調 整體就是很舒服的外型 整機空間也是大小算是中等 就是ATX剛剛好的體型 不會太肥也不會太重 非常適合這次中高階的配備 那我們把主機板塞進去 OK好了 那我們來裝電源線吧 這邊可以看到 這線材其實還蠻軟嫩的 尤其扁天設計所以更好彎折 那我們首先把電源線插到主機板上 唉唷 這部分得給RM17X SHIFT一個讚 相較於其他品牌的模組線 海盜船的模組線插起來真的好順暢 不會很難插吧 公插算得非常精準 而且你看這CPU 8PIN的地方 它還設計了一個結合的卡槽 這樣你要督主機板的時候 就不需要特別把這兩條4PIN壓在一起 哇真的很貼心 其實海盜船在這機殼頂部留了不少空間 來方便我的走線 裝起來是很方便的 水冷部分採用的是Corsair IQ H100i RGB Elite 畢竟i5應該240就蠻夠用的 海盜船的水冷跟其他家也不太一樣 是少數非ACETEC代工的水冷 如果看Near市場上那些同個模具的水冷 那海盜船的這款不妨考慮看看 水冷頭上的LOGO是可以自由旋轉的 可以依據水冷的管位走法去變更方位 很方便 甚至高階一點的Corsair水冷 還有自帶LCD小螢幕 不過提醒各位 如果選海盜船水冷的話 選ARGB的款式才有附上RGB風扇喔 好那線走的差不多了 我們把顯卡放入吧 這次選用的是PNY的GeForce RTX 4070 Ti OC12GB XLR8 對於2K遊戲特效開好開滿 那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其採用的火燙供電接口 自然也是目前最新的SERV HIGH POWER 不過PNY很聰明的 將SERV HIGH POWER的接口 往內凹的進去 這樣用戶可以有更大的空間 去避免這線材的彎折 且海盜船的這款電源 也有提供原生的SERV HIGH POWER木組線 不用轉接線 自然會安心許多 那麼最後我們把電源裝上 如果是其他傳統的電源供應器 這時你在裝電源時應該會相當頭痛 畢竟要在這陰暗、狹彩的空間走線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 登登登登登登登 但這對於Corsair RM1000X SHIFT來說 完全不是問題 好,那我們先插入電源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模組線的接口就出現在你眼前 於是你輕鬆的將一條條的模組線插入 誒,完成啦 不過整線部分就需要下點功夫了 雖說哪裡不順我隨時可以把線拔出來再重插 完全不用像以前一樣靠觸覺在電源艙那拔來拔去 但對於懶得整線的用戶 因為插線的區域位於側邊 你不能像以前一樣 就直接把整坨線往電源艙裡面塞 這部分你需要多注意一下 這些是使用這款電源可能會出現的一些小問題 不過除此之外,整個體驗就是兩個字 舒服 而且未來如果你想要加裝新的硬碟或是想像卡之類的 要加裝線都是非常方便的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機殼的部分 你需要選用這種下置電源的機殼 且寬度至少210mm 個人會建議選擇背面走線空間大一點的機殼 這樣比較方便走線 至少如果你選擇的是海盜船的機殼 那我覺得這部分不需要多加擔心啊 就這次的組裝來說 我是覺得把電源桿的側邊插線確實方便非常多 不管是新裝機的時候 又或是去變更內部的配備時 都明顯比較方便 海盜船可以將這個創意 帶到這平凡不過的電源供應器上面 我覺得非常的貼心 未來各位觀眾在選擇電源供應器時 不妨也將這點納入考慮 我唯一想說的是 為什麼海盜船你不早點這麼做呢? 這東西如果早一點出現的話 我就不用每次裝機都這麼辛苦了 機殼設計的部分 因為有眾多的連接線 像是RGB、風扇PWM、控制盒 以及水冷的SATA供電、水冷USB 導致這ITOLAKU的線材整理起來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畢竟這殼的邊緣空間又比較緊湊一點 雖然這背面的底線槽看起來很實用 不過實際上它又會佔據一點機殼邊緣的厚度 不過畢竟呢 這是塞了這麼多配備進來這ATX大小的機殼 還塞了一個1000W的PSU 空間能不緊湊嗎? 好,來看一下這次組裝的花費 首先是電源供應器部分 RM1000X SHIFT的定價是 7390元 另外兩款850W 以及1600W的版本分別是 5690元以及8890元 再加上CPU、主機板等等的價格之後 總價來到了68548元 那這68000主機能跑什麼東西呢? 我們首先來看到3DMark 用來模擬遊戲運行的性能 Timespy得分2萬1 Timespy Extreme得分1萬 可以看到3DMark預估出來的性能 2K200幀都不成問題 那DX11部分 Fire Strike得分4萬1 Fire Strike Ultra得分2萬6 相比我自己的測試機 跑分上的提升還是蠻大的 那至於實際的遊戲部分 首先是CSGO 4K解析度、特效全開、平均震273 Far Cry 6、4K解析度、特效全開、平均震90 那再多開了DXR、光追之後 平均震79 總之這樣i5-13600K搭配RTX4070Ti的組合 玩遊戲大概就是4K可以穩60震以上 那2K170也絕對沒有問題的 好啦,以上就是這次的電腦組裝分享 你覺得海盜船這款側邊插線的電源攻擊器如何呢? 對於已經裝過PC的你們來說 是不是能夠深刻的體會到這東西有多麼的方便? 那對於還沒有機會裝電腦的你們來說 是不是還不太能夠了解我所感動的地方呢? 哎呀,只能說 你來試試看就知道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